说到中台梅花影响 11号开始大雨不断 索性梅花加速北一下 13号下午还仅解除 所以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会逐渐的就 很快的就减小许多 不过看看卫星云图 可别掉以轻心 因为除了最靠台湾的梅花台风 与已经成型的 第13号台风墨薄 当这中间还有一个热地压 可能称为第14号台风南马都 索性三者 相距都超过1000公里 不会形成共伴效应 影响不大 这热带性滴气 呼哈在未来12小时到24小时 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 不过迹象局长 这名点也在脸书发文提醒 从这次梅花台风形态 可以看出北方云系扩散 梅花也没有了前一周 宣兰诺的长长台风尾 这都是秋台的典型样貌 不管是时序还是台风形态 都已经进入9月 接下来台风火又起到 台湾附近海面恐怕将更热闹 华氏新闻 访问区张蕊文 全家台台报道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